这个要便宜当然品质也很重要了 日本知名的零售公司大创百货 传出了美国门市进口的儿童产品 里面被验出含铅的浓度过高 对于小朋友可是很危险的 那么大创的台湾门市 有没有进口到这一系列含铅的商品呢 大创表示台湾并没有进口 因此请民众特别放心 但是还有没有其他高危险性的商品 他们还在进一步的了解当中 早上11点营业时间一到大创还是照常营业 只是客人比以往少了一些 在台湾以39元打开市场的大创 标榜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来自日本 不过美国分公司最近被检查出 有部分中国和越南进口的玩具不合格 分别为含铅浓度过高和玩具零件太小 没有按照规定贴上警告标示 可能造成三岁以下儿童发生危险 所以相关产品全面回收 并遭到美国联邦监管机构 重罚台币6400万 事实上千含量过高 容易造成小朋友智商偏低 喊过动儿的情况 虽然是美国大创被查出有问题 但是听在台湾消费者额里还是心尴尬 对此大创副总赶紧出面说明 目前能确定是美国这批有问题的玩具没有进到台湾 但其他上面有没有高危险性还在进一步了解中 中天新闻 李美培 中昌城台北采访报道